听说我那冤种老公回来了 我赶紧脱下超短裙 换上乖乖你的服装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一回到家 我朝沙发上背影扑过去 老公贴贴 身后传来一道凉嗖嗖的声音 香瑶 你再抱一下试试 霍泽从书房走出来 眼神跟刀子似的设想我 我 我在酒吧蹦迪蹦得起劲 却听说我那冤种老公回国了 我赶紧脱下超短裙 穿上乖乖你的衣服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姐姐 不跳了吗 我穿上鞋 不跳了 酒还喝吗 我扣上衬衫扣子 不喝了 闺蜜泽一声 还不死心 我邪太眼 你不懂 虽说我与霍泽是行婚 婚后个完个的 但野花哪有家花香 尤其是霍泽家是样貌 随便挑出一样 都能吊打一片小鲜肉 不瞒各位 我就是馋霍泽身子 但霍泽跟个真结裂夫似的 命死不从 对着楼梯的镜子 我补了不可红 满意的勾起红唇 乐滋滋幻想见面后的情形 都说酒汉逢甘霖 小别圣新婚 我不信 今晚拿不下他 一回到家 我朝沙发上被引扑过去 老公贴贴 身后传来一道凉嗖嗖的声音 江瑶 你再抱一下试试 霍泽从书房里走出来 眼神蹬刀子似的射过来 沙发上的人 对我撞了一个猎戒 转过头露出霍泽助理的脸 四目相对 两脸猛逼 我推后两步 江明 好家伙 一见面闹得大乌龙 老公 我帮你擦头发 霍泽刚洗完澡 身上的水珠 顺着肌理分明的线条 流入隐秘地带 霍泽生活规律 经常锻炼 一身健子肉 宛如雕刻 我替他擦干水珠 顺便开两把油 他靠近我清秀 这么浓的酒味 江瑶 你现在越发能耐了 霍泽言辞立色念我全明时 总带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尚未者气势 我笑意一将 挨在他肩膀上一动不动 继续撒娇 老公 一周不见 我可想你了 霍泽皮笑肉不笑 想我 我对上他眼睛 无比真挚地点头 想到连人都不认识 霍泽一如既往 得理不饶人 不知道见好就说 我小声嘀咕 小心眼 你说什么 我表面笑嘻嘻 我说 老公你好帅 他撩起我一缕头发 弯腰拿起桌面上的手机 看他相册递给我 屏幕上 是我拉布周一起蹦迪 笑得两眼弯弯 再往后一番 是我在仰头喝酒 布周替我灌满酒杯 我忘了 我去的那家酒吧 是霍家的产业 他自朝般扬起嘴角 挺好 到酒吧搂着其他男人想我 江瑶 这两年你倒是一点没变 一样没心没肺 他随意把手机丢在桌上 毛子里能得四花不开的夜色 霍泽比我大一姐 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大三 他站在嫖泼大雨里 刚被一个女生扇完巴掌 女生气势汹汹喊完 你们霍家没一个好东西 要是你多花时间陪我 我会跟他在一起 说完哭着跑了 他顶着半边巴掌印 懒懒散散靠在树干 掀起眼连腻我 看狗没我别开眼 走大路回宿舍 要绕好大一圈 想走小道 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 原来有言有钱 也会倍率 怀里的小猫冷的发抖 我因为头皮走过去 麻烦让一下 他抹干脸上的水珠 率先向前走去 第二次是在食堂 我端着餐盘 看我的男朋友 替别的女生整理头发 又是喂饭又是擦嘴 或者刚好经过 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泽生 你挑人的眼光真不怎么好 我瞅着他脸上淡淡的红印 要你管 他见兮兮挑眉 让让 你挡我路了 旁边明明有另一条路 得知我前男友出轨 闺蜜请我吃牛排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怪 正当我向闺蜜吐槽 我妈让我去相亲时 我一间挑到霍泽坐在我们后桌 对面坐着一个丰满女子 闺蜜凑过来说 你知不知道 霍泽最近该相亲 关我什么事 闺蜜恨体不成刚 关你终身大事 闺蜜在我耳边唠叨 虽然人是花了点 但架不住人家有钱 新媒体创业 投资过三家密室逃脱 23岁拿到资本投资 家产丰厚 够你败家的 闺蜜说的我好心动 霍泽家人逼她结婚 我妈天天安她我相亲 说不定还真可以凑成一对 我抬眼往霍泽那桌望去 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 女生脸色很不好 霍泽这时也看见了我 下一秒 她起身朝我走过来 笑得像只骚狐狸 我警惕道 你想做什么 她俯下身 在我耳边低语 配合我 随即搂住我的腰肢 对着那个女生道 抱歉 我有女朋友了 合着是拿我当挡箭牌 等人散后 或者靠近我 活存倾启 将要 我们要不要试一试 她说的试一试 不是谈恋爱 也不是这儿八经成婚过日子 而是假结婚 在双方父母面前 扮演相亲相爱 生活美满的夫妻 私下里 随意 这个随意 我单方面理解为 她不会放弃她的万花丛 获得支付宝 到这二十万人听得我心动 果真 毫无人性 我爽快朝她伸手 成交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获则须须拍下我的手 复杂地看我一眼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 从民政局出来 我手里多两本小红等等 获则目光清冷 我靠在她肩膀上 笑得满是赢得金钱的灿烂 获则开车送我回家 顺便把钥匙给我 我明天要出差 两个月后回来 我只顾订个结婚证看 没注意她说什么 结婚日期写的是 二零二年五月二十 我顺手拍一张发到群里 从今天起 姐也是有证的人 下面是一六的祝福 恭喜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我嘴角快给刀二根 不尽其用 还可以在学校加两个学分 获则大抵是很无语 她上上下下打量我 气笑 不过一本结婚证 以至于 要你管 无趣的男人 怎么会懂这种快乐 她目光凉凉 我明起嘴角送她出门 行 那你注意安全 获则出差三个月 没给我发一条消息 除了转账 我当她是受了情伤 从此封心所爱 获则靠在沙发上 一脸不悦 酒味太重 熏到我了 我摸摸后牙草 转身去浴室 洗完才发现 放在制物架上的衣服 被打湿了 我拉开一条缝 看出个脑袋 获则 你能不能给我拿下衣服 衣服湿了 她还想说什么 我指着围在她腰间 松松垮垮的浴巾 只有一条 你穿了 她咬牙切齿 给我等着扮上 霍则反回来 开门 我伸手去捞 一看是我买的 又扔回去 不是这件 我对上她眼睛 冲她眨眨眼 要你给我买的那件 出差钱 霍则带我去商场 许是赶时间 胡乱调理套睡衣 酒红色丝绸面料 吊贷款 夏天穿很清扬 我凝干头发 拿吹风机时 一不小心撞到口中 轰的掉到地上 香摇 浴室里音响的声音 盖过霍则的喊声 我物字吹干头发 不料 霍则直接踢开门 望着我 你在干嘛 没料到霍则会进来 我顺势跌坐在地上 捂住脚踝 眼里冒出两滴泪花 脚扭到了 她倒抽一口气 大胖步走过来 毛病真多 我顺势搂住她薄平 心里偷笑好一会 自古深情留不住 只有套路的人心 她低头扫一眼 雾光变得灰暗 穿成这样 故意勾引我 可这睡衣是你买的 我无辜到 本没有多少布料 这样一折腾 肩带直网 吓掉 穿雨不穿 没什么两样 我晃动脚尖 少自作多情 她面色冷不下去 那就好 别忘记我们的合约 合约有三年 如果遇上喜欢的人 谁都可以抽身离开 霍则在我博梗边 吐出的热气 熏得我耳热 将我放在床上 老实睡觉 别坐腰 零睡前 支付宝又多了一笔钱 留言是 多买几件衣服 别让别人说我磕带你 偏偏因为霍则 我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鲜花 有酒 有美人 更重要的是 这个美人是霍则 她躺在床上 双手系上绑带 嗓音沙哑说 江瑶 快点 我把她这样的样 好不快活 江瑶 梦境夹然而止 一睁眼 对上霍则放大的俊严 简单的黑衣长裤 眼睫半垂 静静站在我床边 抄 一大清早引人犯罪 我眼睛一眨不眨看向她 她不自在地俯上她脸 干嘛 打断我的美梦 就有本人亲自偿还好了 我拽住她的手 往前一拉了她 防不胜防倒在床上 滚啊 霍则死死握住我 先她衣服的手 无奈道 江瑶 你是女人 你看不起女人 她咬牙切齿 你别偷换概念 那就别磨叽 我攻她手 一拉一扯尖 不成样子 江瑶 你自找的 霍则忍无可忍 对准我的唇 直接吻下来 所谓塑料爱情 走甚不走心 眼看就要成了 但难舍难分之际 她突然用被子卷住我 卷住我 她屋子松一口气 你先这样躺着吧 我愤愤瞪她 可恶 居然用美男计 男女力量悬殊 何况是面对 霍则这种类型的猛男 在她制服下 我一动不能动 我现在就像个残用娃娃 她指腹蹭上我红肿的唇 不禁失笑 她按住我乱动的身子 我有话说 我冲她眨眨眼 是以她先放开我 她不为所动 继续有我像颗粽子 妈今天要过来 说想在这边住几天 好好照顾你 她目光平静下来 听明白 你就眨眨眼 我曾经问过霍则 那么多女生 她为什么会选择我 她说了四点 一 漂亮 带出去有面子 二 性格乖巧 意味着好拿捏 原因是我瞎猜的 我压根不知道 她从哪里看出来我乖巧 三 会玩 不管她出差多久 我也能自己找乐子 有利于家庭和睦 四 戏经一个 任何场合都能逢场作戏 霍则的意思是 待会她妈妈过来 我们要扮演一对恩爱夫妻 趁她不注意 我伸出一只手握住她 认真到 要演戏 不如从现在开始 逼真一些 她面上粉红 急急退开一步 将摇 她转身大步走出去 脚步裂脚 像是落荒而逃 我朝她背影扔一个枕头 你是不是不行 对着天花板 我无奈叹气 我好猜 现在都没得到她 可刚才唇间相对 她呼吸急促 放在我腰间的手 都开始不安分 分明是情动 可在最后关头却忍住了 明明对我有意思 却不会真有影迹吧 我打个机灵 穿上拖鞋 就往霍则房间里跑 霍则正在换衣服 见到我来 腰抬衣服的手 瞬间松懈 我嘴角一抽 防亡那致死 不过眼下有更重要的事 霍则心生警惕 又想做什么 我跑过去 抱住她净瘦的腰 吸两口轻裂香气 在她怀里抬起头 犹豫怎么说 才不伤她的自尊心 如果你有那方面的问题 可以跟我说 我不会嫌弃你 霍则眼神变换莫测 身后门把拧动 霍则妈妈站在玄关处 瞳孔地震 仿佛听到什么大秘密 连带看霍则的眼神 也变得微妙起来 霍则低下头 与我四目相对 我心虚地捂住嘴 她皮笑若不笑 捏一下我脸蛋 以后再好好收拾你 霍则放在我腰上的手 能要了我的命 我强忍住踹她腿的冲动 乖巧叫声 妈 她一脸平静走过来 默默将大包小包 放进丁箱里 空气安静下来 我和霍则面面相去 她甩给我一个眼刀 我信心摸下鼻子 半晌 妈妈悠悠转过头 小心翼翼打探 你真有 去医院检查过没 霍则脸色黑的不能再黑 但我这个始作勇者一眼 才解释道 妈 没那回事 别胡思乱想 她半信半疑点头 只说让我们不要拘谨 她自个儿去逛逛 留下我跟霍则待在厨房里 霍则没好气到 所以后不准乱说话 我挑衅她 那你得先用实力证明 幼稚 霍则垂眸看我 距离太近 能看清她眼皮上方 那颗细小的痣 长节微垂 唇色红润 像果冻一样诱人 看起来就很好亲 完蛋 我又蠢蠢欲动了 没关系 今晚霍则妈妈在这里 我们也不可能分房睡 霍则被我看得发毛 腻我一眼 你又想做什么 不咕噜一句 怕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霍则嘴角 勤笑弹一下额头 怕你受性大发 霍则不说 霍则看人还是很准的 我搅拌着鸡蛋液 心里打着小酒酒 霍则双眼淡淡地看过来 仿佛能直击灵魂 看穿我想法 将咬 你脑子里尽是些什么废料 我气呼呼道 要你管 吃货饭 霍则妈妈去散步 把空间留给我们 我靠在沙发上刷支呼 霍则拎起睡衣进了浴室 很快 浴室里传出令人心愿一马的声音 哗啦啦的 我不禁瞅一眼 浴室里一目一目的门廓 响入飞飞 没一会 霍则拉开门露出脸 差异 我卷起衣服 推开浴室门 不料 脚一滑 直接跪倒在浴室 你抬头这是我能看的吗 我面红耳赤 连滚带爬出了浴室 更要命的是 霍则见我呆住 略微挑眉 先进眼皮问我 霍太太 还不走 是要一起洗吗 霍太太 放在嘴里回味一番 我拼命压住上扬的嘴角 无端撩人才最致命 本以为霍则出来 能好好欣赏一番 没想到 上一下裤 遮得严严实实 干 不愧是他 说实话 霍则当真是腹白貌美 穿西装革履 有成熟气概 换上便装 又具少年气息 每一处都恰好长在 不神秘点上 长肩演影下 桃花眼微钩 哪怕是无端望着你 都觉得是在摇波 我故意穿着九红色丝 直到他面前晃 抬起下巴问他 霍则 你觉得我好看吗 霍则支着下巴 你转转 我依着他的话 转个圈卷 睡前后面是镂空设计 露出一片肌肤 他指伏按在我蝴蝶骨上 轻触摩擦 生出一点噪音 他指尖一路往下 挑开腰带 抵在我腰上 目光清澈 没有预设 甚至隐隐约约带点笑语 又不说话 这是几个意思 难道是觉得我身材好 我故作懊恼 都说男人喜欢白幼兽内卦的 可我的眉属于张扬内类 所以你才不喜欢我是不是 或者牵住我的手 往房间里带 没有 我喜欢你这样 我一起 真的 那你看今晚话好月圆 霍泽的唇像果冻 一样 软软的 他用手拖住我 不让我掉下去 将一 我堵住他 别说话 我正沉浸在这个缠脸的吻中 一阵天神地转 我倒在床上 霍泽跟着倒下来 双手握住我肩头 与我分开 霍泽这家伙开翘了 我呆愣看住他 然而 霍泽只见在我眼前一晃 带点血色 立架来了 你不知道吗 我翘起了嘴角停住 蒙住 错愕 甘大 羞涩 沉默 霍泽以侠看我 笑得跟妖妮一样 我一脸怨念 我的美梦又泡汤了 如果说前段时间是意外 可如今立架过去好几天 霍泽依旧没那意思 吃着早餐 我郁闷地戳着碗里的鸡蛋 戳得跟蜂窝潮一样 可霍泽结婚 我是喜欢他的 在我过马路没看车 他会焦急拉住我 眼里的慌乱 不像作假 我喝多久 他会管我说酒多上身 可他应酬时一杯接一杯 我以为他也是对我有意思的 所以哪怕表面是行婚 我也想努力一下 想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 现在看来 似乎只是我一厢情愿 我又不是他玩偶 想着我就逗弄一下 霍泽给我泡一杯牛奶 啼一眼我碗里 不合胃口 尤其是他 这份淡然的模样 看得我更来气 我不饿 我随便往嘴里撒口面包 准备去上班 霍泽一愣 匆匆整理好领带 上前拦住我 我送你去 我绕过他 不劳烦霍总 霍泽目光沉沉 骨头太难看 我啃不动 不啃还不行 我把事情前前后后 跟他说一遍 闺蜜奸笑 对着这有男人 只需要试一试 我奄奄的 怎是他拽住旁边的男生 一把推向我怀里 看着小乃狗 湿漉漉的毛泽 我秒懂 我嘴角一抽 好弟弟 委屈你了 敌听光影交错 我带着顾周蹦迪蹦的正欢 手腕突然被扣紧 或则 我揉揉眼 确定不是幻觉 我想过他会看监控 没想到他会亲自过来 他冷着脸 拉着我的手往外走 我用力正开 放开我 你自己无趣 还不让别人快乐 你凭什么管我 霍泽停住脚步 咬咬 我是你丈夫 我硬的头皮道 离婚了就不是了 我可以找男人 爱怎么着怎么着 霍泽没说话 却无端透着冷意 素来温润和缓的脸色泛起波澜 仿佛我一脚踩到他底线 我缩缩脖子 想要自己离开 但下一刻 霍泽直接扛起我往外走 闺蜜和小买狗 默默给我比个加油的手势 我看懂了闺蜜的唇语 祝你好运 霍泽不乏大 目以更甚 不管我怎么喊 怎么打 他都无动于衷 我坐在副座上瞪他 不要以为你有言有钱 就可以胡作非为 霍泽俯身过来 手臂撑在我两边 雄心气息扑面而来 我缩在他臂弯里 你要干嘛 打人可是犯法的 最后霍泽替我扣上安全带 发动引擎 一路无话 我咬住下唇 懊恼刚才太没气势些 回到家 霍泽打开灯 把我推在床上 他站在床边 手指挑开一颗颗扣子 露出激励分明的胸膛 金属皮带啪了一声响 我反应过来 我扎折 意识到事态有点失控 霍泽压过来 不是说我没进夫妻义务吗 现在又躲什么 我用被子裹住自己 我不稀罕了 霍泽的气息笼罩住我 我不甘示弱与他对视 就这样对峙一瞬 真不稀罕 霍泽唇叛紧密 心悦磁性的嗓音 睡在耳侧 能听到我清晰可闻的 心跳声砰砰 我坚守阵地 他看我一会 忽然抓住我的手 我脑子轰了一炸 水汽在眼前凝聚 默默默的 霍泽他犯规 霍泽嗓嗓音低哑 不断攻击我心理防线 我放弃了 我玩不过他 一日 我一睁眼 对上霍泽戏谑的眼 他侧躺着 手撑了脑袋 神清气爽 还难受吗 想到昨晚 霍泽一下一下问我 还出不出去找男人 还敢不敢说这种话 我面上涌起造诣 躲进被窝里 等到霍泽说我去做早餐后 我才冒出头来 捞起手机 看闺蜜对我发了消息 越看越不对劲 你知不知道 昨天他回国了 第一时间去的霍泽公司 就是那个说是霍泽白月光那个 后面是一张照片 我认出来是当年山霍泽尔光的一生 月牙弯弯 笑的时候露出两个酒窝 很可爱 我震一下 煞时 与霍泽刚刚成婚的记忆 飞速聚拢 你和他眼睛很像 说不定霍泽娶你 不过就是因为这个 他不会把你当替身吧 我和上手机 才不信这些子虚无有之事 昨天的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我哒哒哒跑到衣柜前 霍泽的衣服和我的放在一块 一件白衬衫口袋里 露出些彩色的卡片 我掏出来是一张照片 看到照片里的人 我笑意一将 见面 爱而不得 于情未了 把白月光的照片放在胸口 是有多真实 夫无双至 或不单行 有些事就是这般凑巧 姚姚 要不要再睡会 霍泽进来时 看到我手里拿着这张照片 眼神慌乱起来 宛若印证心中猜想 是不是仗着我对你的喜欢 就可以随意玩弄感情 我声音很低 泪珠克制不住地留下来 霍泽大步走过来抱住我 姚姚 我可以解释 我推开他 他愧然不动 我和他绝对没有关系 大学那次 是他和别人网恋 那个男的说他是霍泽 他用我的照片 他以为是我本人 来找我的是我否认了 解决完那件事情后 我们就没再联系 昨天他想和我们公司合作 方案不行 我拒绝了 霍泽一口气说完 不安的看我 摇摇 我捏住照片 随意丢在地上 冷的一张脸 至于这张照片 他沉默一会 我抬眼看他 编不出来了 他深吸一口气 像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 这张照片有你 我 吓得我再把照片捡起来仔细一看 霍泽只给我看 是在草坪上坐着的一个侧脸 他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 我好像是有这么一件 硬有火烧云的T恤 我努力评出心情 霍泽继续巴拉巴拉解释 我倒是只有你这么一张照片 结婚后也一时忘了拿出来 论坛上那些照片 我找人全删了 没想到还有一张落网之鱼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念如 那你怎么不找我要 而且 喜欢我还拒绝我那么多次 霍泽将我转了身 下巴抵在我发底 语气有些许不自然 那年 你拒绝了一个长相平庸的男生 后来在一起的男朋友 都是那种小奶狗样的 我怕在你心里 和我成婚 不过是一场交易 我害怕你对我不是阴暗生育 只是吐我皮囊 欢喜过后便会丢气 我绞尽脑汁 才想起那男生 误会大了 我拒绝他是因为他是学霸 想考上重点大学读研 而我那会比较叛逆 交往的全是些花花公子 相互规矩 分手后谁也不干扰谁 没有麻烦 他不安的蹭蹭我头发 本来我是想吸水长流慢慢追你的 直到在酒吧 看到你和其他男人在 我忍不住吃醋 以前没有跟你说 是在乎那些该死的面子 我抬起下巴问他 那现在呢 心思埋得这么深 霍泽声线柔和 老婆都快没有了 还在乎什么面子 我压着笑意推他出门 我现在还是很生气 你快先去上班 晚上我回来接你 反锁上门 自己在床上落得打滚 约会前 我去了趟酒吧 取出在那里存的酒 闺蜜泽一声 你这是要从凉 我挽住他手 我以后还是会偶尔过来玩的 没走出门口 霍泽长身挺立 朝这边走开 瞄言我身后 神色不悦 自从上次拍到 我和小奶狗的照片 霍泽每次来酒吧 总是一副冰块脸 也对 估计我每次在酒吧 都没给他留过好印象 我打开手机刷微信 扫到我给他的备注 想吸屏都来不及 霍泽站在我身边 眼尖看到屏幕 目光优深 金主 江耀 你可真是好样的 我打着哈哈 埋头在他怀里 我马上给你改 刚去领结婚证 霍泽说每个月给我打钱 可不就像金主 你说我把他备注改成了金主 霍泽 这会 当着他的面 我给改成了亲亲老公 虽然听起来黏乎乎的 但是霍泽貌似很受用 脸色缓和了不止一点 就这样挺好 他转动方向盘 瑶瑶 你以后能不能指我一个男人 我心中一动 故意逗他 我一直只有你一个人啊 我靠近他身上清秀 谁家的错坛子打翻了 我亲亲他嘴角 说好 我知道 他是不希望我和其他男子 走得太近 霍泽在附近订有餐厅 吃饱喝足后 在商场溜带一圈 喜欢的样样玩个便 霍泽提着大包小包跟在我身后 我戳戳他手臂 霍泽你困不困 毕竟今天走了那么久 霍泽省笑 在我面前半蹲下 上来 我卵啪啪啪在他后背 酒一袭来 有些饭困 我搂住他脖子 扯扯他耳朵 霍泽我喝醉了 你得让着我 他步子沉稳 轻蔑的嗓音质地有声 你说我老婆 不管最没罪 我都让着你 或者后背宽阔 十足的安全感 我趴在上面 没多久便抵不住困意 昏昏睡过去 晚风很轻 余生的道路还很长 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晚安